在四川省广汉市南兴镇北 马木河从这里蜿蜒躺过 将南兴镇分为北、南两部分 北部中央有一道月牙般的弯道 人们称之为月亮湾 马木河南岸 三个起伏相连的黄土堆遥遥相望 这里的村民口口相传着一个传说 玉皇大帝看上了人间的一块风水宝地 就随手撒了三把土 这三把土变成突兀在平原上的三座黄土堆 排列宛若天上的三颗星辰 人们称之为三星半月堆即三星堆 最初三星堆只是一个在普通不过的小地方 1929年村民烟道城在清理水沟时掏出一坑浴石器 引起相关部门注意 1934年 华西协和大学组织考古队进行了十天的发掘 三星堆从此被世人得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三星堆考古工作陆续恢复 20世纪80年代后 三星堆迎来大规模连续发掘时期 1986年7月18日 三星堆土堆附近的工人们正在取土烧砖 突然一些散碎的玉片出现在土层中 得知情况后 四川省考古队立即赶到现场 在随后的61天里 考古专家在两座藏满宝物的土坑中 发现并出土了900多件精美古器物 这些器物体量巨大 风格诡诀 一下子就让三星堆遗址成为全世界瞩目的焦点 三星堆这两个祭祀坑的系统性发掘 让沉睡千年的古属文明一醒惊天下 经过整理 一号坑共发现器物567件 其中青铜制品178件 玉器129件 石器70件 还有金器 象牙 海背 骨器 陶器 以及约三立方米的烧骨碎渣 二号坑共发现 出土各类文物及残片6000多件 其中青铜制品736件 海背4600枚 黄金制品61件 玉器486件 以及各种石器 绿松石 象牙籍 象牙制品等 出土文物数量之大 品类之丰富 都足以向世人证明 这里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古代生活遗存 而是一种文明 在此之前 人们一直认为 中华文明的发源地在黄河流域 而三星堆文明的发现 像世人昭示 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一样 同属于中华文明的母体 甚至有考古学者将三星堆文明 誉为长江文明之源 那么 震惊世界的三星堆遗址 及其出土的这些精妙复杂 造型奇特的青铜器物 在古时候到底是什么样的存在 有着什么样的作用呢 考古人员发现 这两座埋藏坑 位于三星堆遗址的中部 两坑相距不过二三十米 两坑的坑式走向一致 均为东北和西南方向 坑口成长方形 口大底小 坑壁整齐 经田土夯打而成 而令人诧异的是 坑内器物绝大多数在埋葬前 都经过明显焚烧和破坏 也因此烧焦 残损的碎片散落在坑中 比比皆是 左转云 国之大事 再四与融 祭祭活动在古代社会中 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 而整个过程必不可少的 就是能代表统治者权力地位 和向心力的礼器 它们是统治者身份等级 和意志的集中反应 研究发现 礼器最早出现于 新石器时代晚期 在夏商周时期成熟并盛行 考古人员推测 三星堆发现的这两个坑 是当时人们祭祀活动的实证 坑内出土的器物 就是当时人们祭祀活动的礼器 考古学家的工作 就是从这些器物中 剥茧抽丝去探寻他们的故事 去了解当时人们的生活状况 去触碰当时的文明 考古人员在二号祭祀坑的 抢救室发掘过程中 发现一件巨大而神秘的面具 这个奇怪的青铜面具 有着和人一样的面孔 眼睛突出 耳朵穿孔 它的下颚有明显的灼烧痕迹 似乎是被大火焚烧之后 才被埋入土坑 它就是大型青铜纵木面具 这件纵木面具重大一百多千克 刚被发现时是倒着放的 且因为造型过于夸张 一度被认为是某位皇帝宝座的背圈 但清理出来后 人们才惊觉它是一件打型面具 纵木面具面部表情极为生动 眉间上挑 口缝上扬 做出神秘微笑状 双耳如同一双飞翔的翅膀 向两侧充分展开 最让人吃惊的是它那双 向前突伸十六厘米的眼镜 因此被誉为千里眼 顺风耳 从一二号祭祀坑中 考古人员共发现并出土了三件青铜纵木面具 它们全都双目前突 双耳外展 除了纵木面具外 二号坑还发现了二十件瓦型古木面具 三星堆出土的面具有这样两种 一种是纵木瓦型面具 简称纵木面具 一种是古木瓦型面具 简称古木面具 人们推测 器物的设计者和铸造者 似乎在刻意强调突出面具看得远 听得广的特殊功能 面具额头有流云状额式 似乎寓意带面具者天赋异禀 有驾驭流云之能 那么问题来了 它们是谁 专家认为 在三星堆众多祭祀礼器中 最有可能代表受记者形象的器物 毫无疑问就是面具了 而纵木面具之所以体量格外巨大 因它代表的是蜀国开国君主蚕丛 古木面具则代表蚕丛之后的其他蜀王 为什么这样说 因为纵木面具体量很大 说明它不是戴在人脸上的 联想到它背面均呈瓦型 额侧与下颌两侧均有对穿方孔 这些特征表明 这种面具一定是被悬挂在高处 高高供奉起来使用的 而古木面具略小于纵木面具 它的额部和额部的穿孔同样表明 它们也是被悬挂在高处的 可见 面具是作为受记者的形象 被当时的人们祭拜的 这很符合古时人们从十足往下 所有祖先一起祭祀的形式 学者们称之为和祭 三星堆考古发现是惊喜连连 神奇宝物接连不断 考古人员将二号祭祀坑里 碎成极端的人形雕塑摆放在一起 发现它竟然拼成一件通高近三米的完整器物 这就是青铜大利人像 这件青铜大利人底座高八十厘米 人像高一百七十二厘米 带十厘米高的头冠 堪称世界青铜之王 这件青铜大利人像与真人等高 表情肃穆 双手坐持卧物品状 站立于高台之上 显得十分庄重威严 青铜大利人衣着端庄 身穿三件又认套装上衣 衣物纹是繁利 尚有龙纹鸟文与虫纹纹纹饰 有人认为他穿的衣服就是当年的丝绸 相当于厚实的龙袍 毫无疑问 在金属稀缺的古代 人们用如此多青铜铸造出 这样一位高大伟岸的人物 其地位一定非常高 专家认为 大利人代表的是巫师 祭司的形象 即主记者 通常隆重的祭司活动 往往不止由一个人来实施 除了主记者之外 还会有从记者 随之而来的发掘 验证了专家推测 各种令人惊奇的人头像 接二连三倍发掘出来 如青铜顶尊人像 青铜直张人像 青铜贵作俯妇人像 青铜兽首官人像等 他们数量巨大 造型奇特 风格迥异 俨然是一个青铜人像 组成的王国 这些青铜人像 有的是表情威严的男性角色 有的是端正俊美的女性形象 还有的索性戴上了金面具 不过他们都有着 相同的相貌特征 眼睛微秃 耳朵穿孔 并且拥有一个高高的鼻梁 专家推测 这群青铜人像代表的是 不同族群和社会阶层的 从记者 值得注意的是 青铜大力人头戴 统型高官 分为上下两层 下层平行 环绕着一圈纹饰 十分美观 统型设计 让帽子看起来方正而威严 头官的上层 居然刻着一对眼睛 专家们称这顶头官为天目观 除此之外 人们在三星堆一 二号祭祀坑 还发现并出土了 诸如菱形 勾云形 眼抛形等 形制眼形器 三星堆人 崇拜眼睛吗 专家推测 三星堆人崇拜的 不是眼睛 而是太阳 在三星堆 二号祭祀坑中 考古人员发现了 六件青铜 轮行器 直径在85厘米左右 器物为圆形 周围五芒 呈放射状布列 芒条与外围晕圈相连接 这种形制的器物 在以往出土文物中 从未见过 因其与铜坑出土的 铜神殿屋盖上的 太阳芒文形式相似 且整体图像 已与四川拱线博人 玄关木炎画上的 太阳符号颇为相像 考古人员将其定名为 太阳行器 专家认为 青铜太阳轮 是古属人太阳崇拜的时政 对远古时期的人们而言 太阳崇拜再正常不过 因为农作物生长靠太阳 温暖的阳光照射大地 还能为人类驱散黑暗 三星堆人将太阳 绘制成眼睛的形状 如青铜大利人头上戴的 天木观 以此来期盼 国家蒸蒸日上 永放光芒 也有研究者认为 此器并不是太阳的象征 而是车轮 中心部分是轮毂 放射形条状物是车幅 外圈是轮圈 还有观点认为 这是用于军事作战的 盾牌上的顿势 不过 多数意见认为 这种太阳行器 是常设在古蜀国神庙中的神器 或者它是祭祀仪式中 钉挂在某种物体之上 作为太阳的象征 接受人们膜拜的 三星堆祭祀坑 出土各种太阳文事表明 太阳崇拜 在三星堆古蜀国的地位 颇为突出 二号祭祀坑 共出土六颗青铜神树 其中最高大 保存状况最好的 是一号青铜神树 它在出土时 破损得非常严重 树枝和树干 共碎成二十段 其他零件 更是四处散落 经过专家十年前新修复 人们才得以看见 这颗神树的全貌 它修复后 虽然仍不完整 但残存高度 也有3.96米 专家估计其完整高度应该在五米左右 这是迄今为止中国青铜器中最为高大的一件 青铜神树整体设计十分巧妙 造型奇美 主要由树座和树干两部分组成 树座略成圆锥状 底座是云气纹 上柱三个拱形 予以三座神山连绵起伏 神树柱于神山之巅的正中 笔直挺拔 树根外露 树干上有三层树枝 每层又分为三枝鸭 三根树枝的花和裹上都站立着一只鸟 共九只 在二 三层树枝与树干相连接处 各注有一个窘纹圆环 树干一侧还有一条身体倒垂的飞龙 固定在树干上 如此奇妙高大的树和树上的鸟 到底代表着什么 有什么寓意 人们一时毫无头绪 后来人们在中国上古奇书《山海经》中 找到与三星堆出土的多种器物特征 极其相似的描述 经研究 大部分学者认为 《山海经》是不描述世界地理人文的 既十类书籍 且以我国巴蜀地区为中心向外扩散 这个结论恰好与三星堆的地理位置相重合 在三星堆器物中很多想不通的地方 人们仿佛都能在《山海经》里找到答案 《山海经》《海外东经》中记载 汤谷上有扶桑 十日所遇 在黑池北 居水中 有大墓 九日居下之 一日居上之 山海经 大荒东经 汤谷上有浮墓 一日方至 一日方出 皆在于屋 浮桑 浮墓指东方神木 说的就是汤谷这个地方有一棵浮桑树 上有十个太阳栖息 一个太阳刚刚回来 另一个太阳则要起身出去 十个太阳都是由金屋驼着的 这跟青铜神树完全对应上了 十个太阳一日志则一日出 除一个太阳始终在天上外 另九个太阳就栖息在树上 这棵青铜神树可以说是 十日神话的真实写照了 这棵青铜树自然就是扶桑一株太阳神树 人们发现 这棵青铜神树底座只有0.37米 但座上 及山上的树干却高3.59米 树的高度竟然是山的高度的10倍 神树上一条龙沿树干蜿蜒而下 这是否寓意着这是可能沟通天地的神树 人们借助它能上下于天地之间 整个二号坑中 体量最大的器物分别是纵木面具 大力人像和大型青铜树 考古专家认为 他们分别承担了受祭者 祭祀者和媒介的功能 构成了一场祭祀活动的核心 人们还在祭祀坑中发现了许多珍稀器物 如象牙 海贝 同尊 同步 豫章 豫鑿 豫碧 虎牙等 其中很大一部分都是古人很难获得的物品 如象牙 虎牙分别来自体型巨大的大象和人类疾难驾驭的猛兽 海贝很可能来自印度洋 属于远程贸易物品 其珍贵程度可想而知 同样受原料来源生产技术的限制 同尊 同步及豫章 豫鑿 豫臂等也非常珍贵 这些器物的珍稀程度 使它们具备了在隆重祭祀场合中作为祭祭的条件 然而 仅凭器物的珍稀性还不足以认定它们是祭祭 更要看它们是如何被使用的 幸运的是 考古人员在二号祭祀坑中 发现三件青铜神坛残剑 用了两年左右时间 才将它成功修复 青铜神坛跟青铜神术一样 被誉为三星堆最为神秘的青铜神器 修复好的青铜神坛共包括四个部分 分别是底下的兽形座 中间的丽人座 山形座 以及最上面的坛顶 从神坛气体造型 人们不难窥见古属人在特定场合中的祭祀场景 祭祀者是如何站位的 多排贵人 以及丽人是如何用统一手势举持物品的 从众人们了解到 祭祀活动中 玉章 玉藻 海贝等大多是装在铜尊或铜雷中的 而铜尊 铜雷在被埋葬前大都被砸碎 象牙入坑之前或同时曾被烧了 这些都是祭祀活动中的重要环节 青铜神坛的发现 无疑为三星堆遗址祭祀祀礼仪和宗教信仰提供了强有力的物证 1986年8月29日 一、二号坑的挖掘工作到了收尾阶段 考古人员在一号祭祀坑西部边缘发现一个黄金色的物体 刚开始以为它是金腰带 整件器物清理完成后 人们才发现 这是一件一米多长的金器 且金器里仍留有碳化的木渣 显然 它是一根由金箔包裹木棍的黄金权杖 金碳十四检测确定 这根黄金权杖的年代为公元前四千至前三千六百年 黄金器物自古就是西式珍宝 且在中国墓葬里很少发现 而用黄金打造的权杖 在中国更是前所未有 三星堆一号祭祀坑出土的这根黄金权杖 长一百四十三厘米 直径二点三厘米 重四百六十三克 是用金条锤打成金皮后再包卷在墓葬上的 虽然因年代久远 木杖已经腐化 但黄金薄片依然保存得很完整 甚至黄金权杖上一端铭刻的长约四十六厘米的图案 也清晰可见 图案共分三组 靠近端头的一组 合拢为两个前后对称 头戴五尺乌冠 而是三角形耳坠的人头像 笑容可具 另外两组图案相同 其上下方分别是两倍相对的鸟与鱼 在鸟的颈部和鱼的头部 叠压着一只剑状物 关于图案所表现的内容 目前学术界还没有定论 不过有观点认为 它们代表的是分别以鱼和鸟为祖神标志的 两个部族联盟形成的鱼服王朝 也有观点认为 金杖上的鱼鸟图象征着上天入地的功能 是蜀王既通神的法器 多数学者倾向于认为金杖及权力 是王者之气 象征着王权与神权 且这根黄金权杖 因为古蜀国最高政治人物与宗教人物所用 随着其他黄金器物的相继出土 二号祭祀坑最具代表性的器物 戴金面罩青铜人头像被发现 整件人头像 金光异异 气度非凡 三星堆两个祭祀坑共出土了五十多件青铜人头像 这些头像 有的头部是圆顶 有的是平顶 有的封顶 有的不封顶 有的击发 有的变法 有的立法 专家推断他们因为各部族的首领 这其中 仅有四件青铜人头像是戴着金面罩的 由此推测 他们代表的阶层应该有着特殊身份和绝对地位 不难看出 三星堆祭祀活动的规模是极高的 是属于国家范畴的祭祀 人头像是作为神庙中祭祀神像存在的 而戴面具青铜人头像所代表的人物一定手握生杀大权 且有与神交流的特殊技能 考古人员对三星堆金器制作工艺研究发现 三星堆金器有一个共同特点 就是将黄金打制成薄片包裹在器物表面做装饰用 这种装饰方法考古人员在郑州商城 湖北盘龙城和安阳阴墟等遗址出土的文物中都有发现 这是商朝以及受商朝影响的地区金饰的一大特征 三星堆出土的器物虽然造型奇轨 但从器物器型铸造工艺来看 它与中原文明是不可割裂的 不过在文化吸纳和融合过程中 三星堆器物加入了三星堆先民自己的信仰和审美 最终形成了人们所见到的奇异的三星堆文明 1986年三星堆一二号祭祀坑 众多造型奇轨的文物一面试就震惊全世界 同时也向世人揭开古蜀文明的神秘面纱 引发人们对古蜀国众多的猜想 时隔三十多年后的2019年10月 三星堆新一轮考古工作开始 在一二号祭祀坑周围 人们又新发现六个祭祀坑 每一次这些奇特而珍贵的国宝上新 都将人们对三星堆考古的热情推上一个新台阶 三星堆到底还有多少惊喜等人去发现 又有多少谜团带人去破解 从2019年10月开始 之后的两年多时间内 在三星堆一二号祭祀坑附近 考古人员又陆续发现六个埋葬坑 共计出土文物达1.3万多件 相对完整的文物就有三千多件 三星堆新的器物数量之巨 种类之多 造型之奇特 文化内涵之丰富 空前地激发了人们对三星堆文明的探究热情 同时也引得人们连连惊叹 古属人高超的艺术和技术水平 难怪有人感叹 没见过三星堆的文物 你永远不知道自己的想象力有多么贫乏 考古人员在对近200件样品 作探十四测年测得的数据显示 这六个祭祀坑的时间集中在公元前1131年之前 1012年 除五号、六号坑年代稍晚外 三号、四号、七号、八号坑的埋藏年代一致 均为商代晚期 距今三千多年 考古人员也基本确认 三星堆祭祀区位于马牧河南岸 三星堆城墙与一指南城墙之间的中部 大致呈西北至东南走向 长方形分布 总面积近1.3万平方米 祭祀区与三星堆城墙和城豪大致平行 三星堆用实物证明 中国古代文明在几千年前的新石器、青铜器、铁器等各个时代 是走在世界前列的 文物虽然不能开口表达 却是辉煌历史的见证者 读懂破解他们无声的语言 人们才能穿越时空的距离 回到三千多年前那段空前璀璨的古蜀文明 让我们将目光聚焦到新发现的六个祭祀坑 看看都上新的那些国宝众器吧 三号坑堪称是聚宝盆、宝藏坑 将上层平均厚1.2米左右的田土清理出来后 下面就是灰烬和埋藏物 其中 灰烬集中分布在东北角 且从东北方向倾斜 说明灰烬是从东北角倾倒到坑里的 整个三号坑遍布着象牙、海背 以及大量铜器、玉石器和少量金器 据统计 三号坑是目前为止八个坑中出土器物数量最多 类型最丰富的坑 目前以边号器物1500多件 铜器数量为1100多件 诸如顶尊贵座铜人像、顶潭铜人像、戴肩脊鸡帽铜小利人像、铜大面具、铜圆口方尊等国宝级文物 从诸多器物中脱领而出 2021年4月 三星堆三号坑成功提取出一件完整的圆口方尊 这件圆口方尊上刻有传统瘦手及铜铁纹 肩布还有飞鸟来漆的独特设计 在此之前 船式的圆口方尊只在台北故宫有一件 三号坑还提取出一件宽130厘米 高75厘米 重131斤的巨型青铜面具 这是三星堆迄今为止发现的体量最大的青铜面具 比三星堆博物馆陈列的青铜纵木面具和大面具还要大 除巨型青铜面具外 三号坑还出土了一件宽37.2厘米 高16.5厘米 重约100克的金面具 这是目前三星堆发现的完整金面具中体型最大的一件 金面具薄如叠翼 眉眼镂空 两耳轮廓圆润有耳洞 鼻梁高挺 嘴型大而微张 造型威严神圣 三号祭祀坑还首次发现人尊组合大型青铜器 铜顶尊贵坐人像 铜人面部表情夸张 双手持物于身前 头顶青铜大口尊 铜高115厘米 上部为一件55厘米青铜大口尊 下部则为一层贵姿高60厘米的铜人 虽然尊的颈部已经破裂 但依然可以看到铜尊口颜内侧有短柱 腹部雕刻着复杂的寿面纹样 肩部含有精美的龙形纹饰 充满神秘感 尊在古代是用作酒器 祭祀活动中体现敬重和推崇 从铜顶尊贵坐人像可以看出 古蜀祭祀场景有多么隆重 三号坑出土的神树纹玉丛 由整块灰白色玉料加工而成 两侧对应刻有浅浅的神树纹样 这种带神树纹的玉丛前所未见 玉丛的出土证明了几千年前 三星堆鲜民在交通不便的情况下 与千里之外的中原文明沟通 交融的发展过程 四号坑位于发掘区中北部 坑内是大面积的黑色烧土 有明显的火烧痕迹 考古人员在四号坑 发现埋藏物以象牙居多 陶器刺织 且这些陶器都是碎片 在出土的一千八百多件残剑中 近一千一百件都是陶残片 考古人员还整理发现 完整器物近八十件 坑内破碎的陶片 因常年累月掩埋在烧土中而被浸黑 考古人员难以辨别其原貌 考古人员分析 这些灰烬色度很重 因为竹炭 南木以及灵星稻谷焚烧而成 这也说明 当时的三星堆已经有稻谷存在 而考古人员发现 这些陶片多以矮岭瓮为主 能盛放一些谷物或酒水 但其在祭祀时是如何使用的 还有待考古人员的进一步研究 考古人员还通过对灰烬层取样 进行探十四侧年 发现四号坑最晚可能进入西周初年 它可能是几个祭祀坑中最后一个或几个之一 四号坑中较为典型的器物 即同扭头贵坐人像 共三件 它们被考古人员戏称为三胞胎 一被提取出来 就因造型写实 姿势奇特 面部表情栩栩如生而备受关注 这三件扭头贵坐人像都采取双膝贵坐姿势 头扭向右侧 双手呈半合石状平举于身体的左前方 最引人注目的是它们的头发 一股盘发一周从左侧竖竖发向上 另一股头发从左后肩冲天而上 两股头发形成的同条大致平行 中有缝隙 扭头贵坐人像的两手间缝隙和两股头发间缝隙 共同构成一个卡槽 考古人员判断它们应该属于同一套器物 是在埋葬之前以某种方式组合在一起使用的 有趣的是 这三件扭头贵坐人像也是三星堆 首次发现有纹身的青铜人像 考古人员发现 除人像所穿衣物可有繁杂多样的纹饰外 人像的两小腿外侧 小腿肚上 双手手背及纸背上都雕刻有不同纹饰 这些纹饰是直接刻画在皮肤上的 这在三星堆文物中还属首次发现 从整体来看 这三件扭头贵坐人像保存良好 形态逼真 细节丰富 胶筑工艺精湛 展现出三星堆高超的青铜铸造艺术水平 也为考古人员研究古属人的社会体系 生活习惯和文化交流提供了丰富的信息 四号坑还出土了其他器物 诸如铜卦室 铜人头像 金带 圆形金箔片 以及玉丛 枣 壁等 五号祭祀坑是六座坑中最小 最神秘的一座 占地仅3.5平方米 不过 五号坑虽然小 但十分特殊 府一发觉 五号坑就因一件残缺的黄金面具惊艳全国 除此之外 这里还发现诸如金冠 圆形金箔片 金珠 辅行金器等黄金器物 以及象牙雕碎片 铜器 玉器 因此有人说五号坑堪称金玉满堂 五号坑出土的黄金面具虽然仅剩半张 但历经三千年仍然金光璀璨 与1986年在一二号坑中发现的金面具相比 两者艺术风格相统一 不同的是 五号坑金面具在尺度和体量上远超之前的黄金面具 它比之前的黄金面具更为厚重 残缺部分重约280克 预计完整的金面具应该超过500克 完整的黄金面具要比目前国内出土上代最重的金器 三星堆金杖重463克还要重 辅行金器是五号坑记黄金面具之后发现的最大的金器 它的整体形状像斧头 前端有一个弧形的刃 表面有三道有规律的凹槽 凹槽内还残留有绿色的物质 凹槽处之前应该是镶嵌有玉石之类的物质 专家根据其形状推测 它可能是一件象征权利的月 若真是如此 加上金面具 拥有它们的人的地位将无比尊贵 鸟星金事刚出土时是凝成一团的 后竟轻力展开 发现是一件保存的较为完整的鸟形金箔 鸟手上有两孔 翅膀向两侧展开 有三道尾羽 整件器物宽9厘米 金箔厚度仅有0.007至0.012厘米 考古人员并未在三星堆出土器物中 发现其他类似器物 无法很好判断它到底有什么寓意 甚至有专家猜测它并不是鸟的形状 说不定是某件器物的某个局部而已 考古人员还在五号坑内 发现规律分布的圆形金箔片和玉器 以及大量散落的金珠 这些金珠有的直径只有零点几毫米 有的即使在显微镜下都不大 专家初步判断 这些金箔片与玉石器大都有小孔 它们可能是串起来做黄金面具的坠式使用的 很有可能是古蜀国王在举行盛大祭祀仪式时佩戴的 也因此有专家猜测 五号坑很有可能埋藏的是某位巫师在祭祀活动中 所佩戴的行头面具 象牙礼器 金片衣饰物等 经检测 五号坑出土的金珠 金箔的含金量竟然高达99% 可以想见 古蜀人当时的金益水平有多么精湛和发达 五、六号坑祭祀遗存是几个祭祀区中偏晚阶段的遗存 六号坑位于发掘区南部偏西 上市填土 下市埋藏物 坑内共计出土编号器物47件 其中石器7件 陶器3件 玉器 铜器各一件 再就是绿松石片 象牙残片和骨渣等35件 六号坑最重要的发现就是一个长方形的木匣子和两件玉器 其中一件是一把独特的鸭箱抵御刀 在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中 这是首次发现保存的如此完整的三千多年前的木匣子 木匣子长约1.7米 宽约0.6米 高约0.4米 木匣子上没有发现盖板 在它内侧壁板上发现涂有朱砂 考古人员还在木匣子边上发现一根长条状不规整的木质器物 在木匣清理工作结束时 考古人员在匣底发现了一把玉刀 它跟如今人们常见的西餐刀十分相似 刀刃十分锋利 刀背处刻画有类似鱼背鳍状的装饰 专家推测 古时候 玉器通常是作为锂器使用的 没有什么实用价值 不过这把玉刀的刀刃相当锋利 也许有一定实用性 随后考古人员在木匣子中检测出丝蛋白 说明这里很可能装有丝绸 再通过显微镜观察到玉刀刀间有残损 刀刃布有使用过的痕迹 由此推测 这把玉刀很有可能是纺织工具 七、八号祭祀坑器物多 玉器、金器以及前所未有的青铜器 尤其象牙非常多 除此之外 七号坑器物还以小而美小而金而备受世人关注 六号坑有一部分与七号坑重叠 压在了七号坑之上 不过并没有破坏七号坑内的器物 目前七号坑已出土器物不多 除231根象牙外 其余器物有一千一百多件 七号坑玉器种类多 有玉章、玉鞘、玉斧、玉斧、玉院、玉戈等 看得人眼花缭乱 出土的青铜器也多以小件器物为主 如青铜挂架、神术残枝、眼形器、铜灵、铜院 以及薄如纸片的青铜片等 器物小、碎片多 考古专家还在七号坑发现一些从未见过的新器类 如一件被称为七号坑镇坑之宝的 硅背型网格撞器青铜器 器物上面是很像硅背的青铜椭圆形网格 那是一个背部驼齐的椭圆形完整玉器 清理掉器物上的泥土后 考古人员在器物一侧发现有门盒叶状的插销 而另一侧则有两条铜背带把两层网格拴在了一起 因为铜本身是比较硬的 所以打造铜带时加入了锡等矿物质增加其韧性 由此可见古属人的青铜技术有多么精湛 内部的椭圆形玉器呈青绿色 质地非常好 看上去就好像是天然镶嵌在青铜网格之中似的 考古人员认为 这种网格是古属人有意识模仿了竹条或藤条编织的效果 在硅背型网格撞器上 考古人员还发现有大量丝质物纺织物痕迹 且纺织物上图案十分罕见 紧邻硅背型网格撞器 考古人员还提取出许多青铜片 每片青铜片只有八张大小 厚度几乎与A4打印纸相同 确实是薄如纸了 这些薄铜片层层叠叠垒压在一块 厚度不到四厘米 值得一提的是 这些铜片虽已埋藏三千多年 但绝大部分并未锈时 依然保留着三千多年前的金色 值得一提的是 考古人员在七号坑还清理出彩绘器物 如薄如叶的青铜器 在其青绿色铜袖上 能一息见到黑色彩绘花纹 如青铜人头像 其人物发辫上还带有黑色彩绘 发辫凹槽内清晰可见红色彩绘 这些彩绘器物的出土 也给考古专家解码三星堆谜团 提供了新线索、新钥匙 与其他祭祀坑有所不同 八号祭祀坑是目前 唯一有后世灰烬层的祭祀坑 考古学家们花费了 长达四个月的时间清理 从灰烬里清理出 三千八百多片青铜器 三百二十多件玉器 超过三百六十件金箔器 象牙三百多根 以及绿松石、骨角器、海背、骨扎等一百多件 其中 相对完整的器物就有九百多件 考古人员在第一层灰烬层中 清理出大量青铜器碎片 包括两百多件玉器、三百多件金器 在第二层清理出三百多根象牙 在第三层清理出的器物最多最为丰富 如有穿孔石庆 青铜血式人像 青铜神兽 金面罩人头像 虎头龙身青铜像 猪鼻龙头管 青铜羽蛇 青铜镂空权杖 顶尊蛇身铜人像 穿裙利人像、利鸟神树树枝 道利顶尊人像、青铜神坛 以及青铜太阳行器、珠沙彩绘孤行尊等 与三号祭祀坑发现的青铜神坛相比 八号祭祀坑出土的神坛体积更为庞大 神坛分为台积、人像和神兽三部分 台积又分三层 逐渐缩小 台积之上是一个平台 住有四组青铜人像 共十三个人 人物状态迥异、大小不一 有的身着飘带彩衣、翩翩起舞 有的小腿布满纹身、肩扛祭品 平台正中间是一个微缩版贵作贝蕾青铜人像 铜人像双手紧抓背带 将铜蕾背在身后 神坛顶部有一只神兽和人像 人像已残缺 只能看到有力的腿部 神兽像是多种动物的混合体 躯干类似马 颈部带着三根铜丝扭成的项圈 考古专家认为 此次发现的青铜神坛 描述了当时祭祀活动中 不同人员的角色和行为 还原再现了古蜀人祭祀的场景 对于研究祭祀活动如何进行 三星堆祭祀坑如何形成 提供了非常重要的信息 考古人员发现 三星堆众多器物上展现的 怪异动物形象 都能从上古神话山海经中 找到原形 可以说 三星堆器物是上古神话形象的印证 如八号坑出土的这件造型 极富想象力的大型青铜 丽人神兽 上半部被灰烬层和少量象牙 残断覆盖 嘴巴像喇叭 两只前脚着底 两只后脚悬空 头部有一个独角 独角之上还站立着一个青铜人像 整件器物高90厘米 长85厘米 这是目前三星堆所见动物造型的青铜作品中最大的一件 目前 三星堆已发现多个同类型猛兽 堪称蒙宠家族 他们反映了古属人想象中的神仙世界 三星堆八号坑还发现了一件即1986年发现的身高2.62米的青铜大利人厚的第二大相对完整的利人像 人像通高大约1.5米 看上去很壮硕 梳着大背头 身着砍肩 穿了一条带流苏的短裙 考古人员还在八号坑发现一件顶尊蛇身铜人像 这与1986年二号坑出土的青铜鸟角人像残部拼对成功 专家将这件文物重新命名为鸟族屈身顶尊神像 在分离三千多年后 两者终于合体 现场见证两件文物合璧的专家无不惊叹 合璧而成的这件鸟族屈身顶尊神像 通体高超过1.5米 可分为上、中、下三部分 下部为一个立于方座之上的有盖元雷 中部是一个双手撑雷的倒立人 人像有五柳立发、纵目 身穿对筋衣服 身体如蛇一样向后全驱上翻 脚成鸟爪状 并抓握着一个向上延伸的鸟形装饰 上部为一件由人像顶着的高挑的孤行尊 孤行尊表面装饰有寿面纹和胶叶纹 专家认为 五柳立发的人像造型 与之前三星堆发现的变发铜人像 和继发铜人像不同 它们可能代表着三星堆 又以身份人群 这件合体成功的青铜器也预示 三星堆祭祀坑的许多器物 有可能是一家子 八号坑出土象牙300多根 是拥有象牙最多的祭祀坑 山海经海内南经认为 成都平原本来就有犀牛、大象 并记载下熊奇的想象 西南有八国 又有猪圈之国 有黑蛇、青手、石像 说的是八国有一条巨大的蛇 甚至可以吞下一头像 考古人员推测 商周时期 四川盆地气候湿润温暖 土壤肥沃 林木茂盛 且有大量湿地 这里很可能是亚洲象群重要栖息之地 三星堆出土的大量象牙 应该是本地大象的牙齿 三星堆器物还在发掘 修复 研究中 整个过程就像在开盲盒 每次新出现的文物都前所未见 不断刷新着人们的认知 让人有一种猜到了开头 却猜不到结尾的感觉 人们也在推测 有关三星堆和人类历史的 很多未解之谜的猜想 可能在新的考古发现后 会被推翻 这些奇特而珍贵文物的出现 也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实证 无论谜底究竟如何 真相还需人们进一步去探索 不管是1929年 1986年 还是2020年之后的考古发掘 每一次三星堆文明探秘 都带给世人无限震撼 与无数猜想 大利人 黄金面具 青铜神术 神坛 扭头柜座人像 以及数不清的玉器和象牙 这些器物有着怎样的谜团和故事 他们在古蜀人的生活中 扮演着怎样的角色 下支视频 我们将透过三星堆 这颗璀璨的星星 去复原三千多年前的古蜀文明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内容 喜欢历史的朋友 欢迎订阅 我们下支视频见